噢,這個膝蓋受得了嗎? 有的膝蓋會受傷 脊椎受得了嗎?頸部受得了嗎? 有的那個筋路會受傷 所以一定是慢慢練出來的 不是第一次就可以扛那麼重 背那麼重 所以項鍊鐵頭弓要慢慢累積 慢慢累積,慢慢增加 鐵頭弓重就會重到皮都很厚,不怕痛 然後氣能夠集中,變成很硬 這個也都需要硬弓 搬那麼重的東西,心臟要受得了 膝蓋也要受得了 你看腿要飽滿 小腿是第二個心臟 要吃爆呢,要吃米飯比較 比較撐得就 吃米飯啊,補中氣啊 中氣要過啊,腎臟也要過啊,功能也要過啊,腎氣也要過啊 他有辦法做出重的工作啊 他很不忍啊 能量耗盡,低血糖會 會想嘔吐會冒冷汗啊 有的騎自行車 自由車那個啦 騎太久了太遠了 能量消耗劑 到那個血糖太低了會冒冷汗啊 有的會 可能會分碎 然後就 然後就 危險了 發生命危險了